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有給稱帝做準備 不能隨便再殺 不能隨便再殺 民國四年帝宣布昌帝 那應該是祭天應該可能就是民國四年冬至 冬至12月22 冬至祭天 民國五年 宏縣雲年 啊 民國五年 這個宏縣稱帝當然會遭到反對 83天就落幕了 然後一杯一杯 然後死 林宗說罵 罵說楊杜悟的他 稱帝人喔 最悲慘的下場 爬到最高摔的最慘 山寺海 所以撑地遭到反对了,那死了,说不定那天还被放鞭炮了,不是鞭炮,那个可能是武器那种炮,棉炮108小,学校停课。